中華市論兵力因為部分地区第四角度 在落後常常發生營水的災情 在地方歡迎之下 最近中進行貨水下水的時間 該該登記以來當地基民的困擾 中華市論兵力就位在中華西路邊 因為第四角度 部分地区常常常住在大後 在發生營水的災情 雖然地方一直進出是受貨水下水的 但因為當地公算複雜 要算有困難 讓這項家位一直拖延 一直到最近 在高峰的努力之下 總算是完成工電話包 以前我們有做一個雨水下水道 做得很寂寞 但是後面紀念都不通 做一十年而已 後面都沒有做 就是平和三街一口魚都沒有做 我們的高隆匯的高代表 他以前就發覺這個問題了 剛好他做了 各領營代表 再回到我們的張議員 來人到三天 這段譬如做費 總工程會成八百七十幾萬 現在有發表出去 一定就是9月20號要正式開工 這個倫平里在建和街附近的過期 等級都有淫水很兇 那麼經過我們有一些改革後 目前還算最後一二路 就是說我們由建和街 那麼這個帕同到我們的 這個平和三街 接我們的管前路到中華西路 所以今天我們就開始來擔工 我們特別感謝我們張安天議員 向我們這個管政府 請出八百三十三萬 六千七百塊的這個補助 讓我們這個工程可以順利來推動 因為是在我們這個 進行擔工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這個所在的 這個管線共過非常複雜 所以我們就拜託 這個高隆匯的代表 楊文君代表可以 把我們台電盜協調 所以可以順利 把這個管線牽線完畢 所以今天正式 還有這個擔工 一定四、五月就要來完成 為了檢照 西港對基敏三星的影響 西港黨委將依律公仇為一段 採用分担西港的方式 將影響感到最多 新中華新聞白明林中華 蔡芳報道